人若是经历过三起三落 必是天将将大任于四人也 在狮子王国中 一生中经历了三起三落的狮王 而且在最后的狮王圣衙中还养大了三二义女 这组狮王就是南马蹄霸联盟 大家好 这里是高潮来说狮王争霸 我们知道马蹄霸联盟是个超级联盟 不仅联盟数量多 各个体型还大 他们统治过的区域不仅很广 统治的时间还很长 所以他们的故事也很长 要讲清楚马蹄霸联盟的故事 要分三部分来讲述 第一部分 六兄弟攻城掠地的前三年 第二部分 首领此后分家的后三年 第三部分 飞马下台后南马的后三年 前三年期间是以联盟首领恩布纳为首 在他的带领下 由于成员数量更多 体型彪悍 性情凶狠 当时的这个联盟可以说是功无不克 战无不胜 由于领地太大 助手的联盟太分散 这样给后来恩杜纳的失踪 与联盟分家都埋下了隐患 回顾一下这组三起三落的 传奇老师王的一生 每一个成功的联盟都有其特点而著称 即使由亲兄弟联盟分家的 南马与北马联盟 他们两组的特点都是不一样的 北马以凶狠勇猛强悍著称 而南马更多展现出的是 灵活的斗争技巧与丰富的生存经验 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北方的兄弟都过世后 还能再次东山再起 成为师王养大最后一批后代 前期视频我们有讲过 关于马南两兄弟分家后 南下萨比森争战的故事 我们就接着上一个视频的故事往下讲 到了2015年底 马南联盟与查拉拉士群在一起 这时候的马五雄狮非常的强壮 他被誉为当时萨比森最大的狮子 马三向来有暖男的美誉 对待幼崽与母狮都是呵护有加 他虽在联盟里排行老三 但大多数人都认为 他是联盟里最弱势地位最低的 他的前脚一直有伤 据说是被蛇咬的 行动没什么大问题 但是却很影响战斗力 2016年2月初 马南两兄弟因分开行动 马三被竞争对手围攻了 而且伤得不轻 当地的护林员猜测是遇到了保卫者联盟 新商家脚步的旧伤 让马三的状态急速下滑 至此以后 在这场是均力敌的三方的竞争中 马南临门开始变得弱势 但是此时的查拉拉姆斯 又为马南兄弟增添了几只幼崽 他们不得不咬牙坚持 这两只幼崽非常的活泼可爱 只可惜生不逢时 他们的命运充满着未知的变数 2017年1月 马五与马特联盟遭遇战 马五被马特联盟重创 马南联盟失去信心 退出了这场达一年多的拉锯战 在与保卫者联盟 以及马特联盟的进攻防守战中 各方都有输赢 是均力敌 但是最终是以马南的退出结束的 遗憾的是 马南联盟第二期狮王生涯 所生的众多幼崽 全部都未能存活 这两组视频拍摄于2017年 近时的时候 动物的护士本能争抢的都很凶 但是并不影响哥俩的感情 这种互相梳理鬃毛的举动 亲密的熊狮表现 一般都是出现在经历重大事件后 兄弟之间的一种相互安慰 相互打气促进感情的体现 这时候的马南联盟 也许是想起了北方的兄弟 也许是迫于萨南地区查尔联盟的压力 他们开始往北方前进 回到他们年轻时候开始征战的地方 马耶来地保护区 而这时候的马北三兄弟已经下台了 马六与马四都已先后过世 他们的老大哥马二爷已经流浪 分开多年的联盟兄弟 还能不能再见面呢 狮子的世界新老耕疲频繁 世界永远是属于年轻一代的 他们回到了熟悉的地方 然而熟悉的地方已经换了主人 他们成为了入侵者 马南联盟遭遇了牛路联盟的驱逐 在后来的流浪中 状态不佳的马五差点被 年轻的牛油果联盟打死 是马五熊师的顽强 还是他兄弟马三不离不弃的照应 兄弟俩长途跋涉的 回来到萨比森的西部地区 这已经是大半年后的事情了 他们曾经的竞争对手都已经相继离世 西部的沃泰华士群 成为了无地主熊师之地 马三用吼声宣告着自己的存在 仿佛再说我回来了 我才是最终的王者 但是没人会相信 两头年老体帅的老熊师 能给沃泰华士群带来什么改变呢 然而两头老熊师用顽强的生命体制 诠释了他们的生命还有价值 好了本期我们就见到这里 下期我们再接着讲述南麻梁老师王 如何战胜所面临的生死存亡的挑战 如果大家喜欢记得订阅 我们下期见